大家好 这是瑞琼妈妈在美国的生活Vlog 如果喜欢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我的视频哦 今天要带大家去一间位于犹他州 Oram的中式吃到饱餐厅 这是瑞琼妈妈目前在美国 吃到论价位 论食物种类 都是CP值颇高的吃到饱餐厅 在当地的人气也很高的哦 Kim Buffet 目前只有在美国犹他州展店 因为是中式餐厅 所以员工大部分都是会讲中文的华人 完全不用担心英文讲不好的酒精哦 价位有分中餐晚餐及假日 晚上的价钱都是未寒税哦 记得结账后可以给些小费 来谢谢服务生的服务 厅内完全采自助式 共有百种料理 任您选任您吃 饮料则需令付美元2.25 无限量倡饮 水果点心吧 有各式各样的水果 糕点 果冻 还有中式点心耶 再来是沙拉把 桌种生菜及酱料可选择 旁边还有符合我们华人胃口的小菜 接下来呢 看到的是熟食区 多样肉类料理 海鲜 以及热炒 还有汤跟清汤小粥 再来就是炸物区 瑞秋妈妈看到芝麻球 就多拿了几颗呢 哈哈 海鲜类最受欢迎的就是小龙虾 看来有些人啊都是一整个装满满的 整锅小龙虾一下就见底了 还好店内不拆速度也挺快的 现场还有寿司吧 师傅直接再测现包现泥哦 食材新鲜度还不错 但这吃去的哇沙比 似乎不太新鲜就是了 再来店内卖点之一 就是蒙古铁板料理的吧 先选好自己的食材及酱料 直接请师傅现场炒给你 如果人多 就需要花些时间排队咯 哇 这是瑞秋妈妈最爱的 巧克力喷犬耶 还有双麒麟鸡 吃饱饭后赶快领一几串草莓来吃 配上冰淇淋也是绝配啊 这一餐瑞秋妈妈吃的蒸饭煮 也谢谢大家的观赏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我的视频 以及开启小铃铛哦 这一份 就要给你用一个 背后 下来 终于